这个副局长,请教一下针对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驻外的这些情报人员,我们看到美国啊,就是说整个疫情发生当中他们的隐匿啊,以及跟相关人士见面,甚至是所谓的这个秘密网路等等的使用都增加一些困难性。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国的驻外的情报人员工作上有所困难吗?有遇到哪些难处? 好,我请问我们艺处的处长跟委员说明。 跟委员报告,我们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啊,事实上有一些外访活动,我们基本上是停止了,但是我们改变其他方式,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手段,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所谓的,比如说驻台的人员,我们会有更多的接触,这个部分,我们反而是利用一些契机,进行各广化还有深化的一些合作关系。 广化跟深化。 对,合作的范围事实上是反而是更扩展,也更深化这个有关情报人员。 所以我们的勤修能量跟同期或者说,当然这个很难去量化它,那是否有减半呢?还是如何?这个是不是请说明? 呃,我们大概有统计一下,如果同比来比较的话,反而在勤资的交流或获得上面是有增加两倍到三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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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两倍到三倍。好,那在这一块还是要请我们的,呃,相对应的人员,请尽量的保护他们。谢谢。 然后因为现在整个进入封城也很容易被ID出来,那至于像网络,我们有发现网络上面的这些攻击,呃,以及征搜,征搜等等其实是有增加的,好不好? 这个部分一点点的提醒,那针对我们的外面的这些,在国外的这些所谓的秘密网络不能使用,那现在是否有找到一些相对应的solution给他们,解决方案给他们? 我们还是有,我们还是有给他们一些指导,虽然在很多国家里面,事实上封城啊,嗯,或是锁国,但是我们会透过其他的手段,比如说加重其他的比例,或科技手段或等等,我们都有在进行,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呃,我们整体来看,其实并没有影响,整个还是运作正常。 ok,而且轻松能量甚至更深更广,增加两到三倍,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呃,我们再看中国后武汉肺炎之后,哦,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亚太情势,哦,我们看到现在副局长,呃,我们上次在直询的时候,局长有说,中国的官方数字, 跟这个实际状况的确是有落差,那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其实很可怕,陆海空全部中,有肺炎,有非洲猪瘟,有禽流感,有蝗虫,然后有鼠疫,有A型肝炎,现在连海里面的甲壳类,有迷之病毒,叫做十足,什么红彩病毒啊,我想请教一下,中国现在的现况,经济也好,或者是民生也好, 是否快要来到动荡的临界点,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想,中国大陆他们把维稳,就是说政权的稳定,列为第一了,包括刚开始疫情发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维稳列为第一,有限,所以他们对于疫情的公布,他们最后有保留,那以目前的整体状况来讲, 对于他们的政权,没有这个动荡的迹象,以目前来看是怎样? 那我们之前稍早看到一些讯息来看,他们内部都有互相在究责的一些状况,所以习先生还是很安稳吗? 这个要请教就教了,没有任何基础,目前看起来习近平的领导威望,没有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原则上,内部的权力状态是安定的,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没有其他的迹象,因为我们现在看,他们是以经济为根根本嘛,那陆海空权重,那他们也说,租温比想象中还要更复杂,所以这些迹象都没有,物价的波动 其实租温的问题,升高他们物价现在涨了两三倍啊,所以租温的问题是从去年就开始了,所以他今年也没有缓和,今年的租温的问题还是继续在漫里 所以我要问的是,习这边原则上是他们内部的权力结构还是很稳定的? 是,目前我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两会预计是在521跟522在北京要召开嘛,对不对? 有掌握相对应的资料,他们是否会宣誓什么东西,还是等等如何?这个有掌握吗? 目前他们的主题内容,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但是521是政协会议嘛 522是人民,人大 那521跟522是否会提及到相关的台湾等等的一些,中华民国等等的一些,有可能吗? 有可能 有可能,那可能会讲解? 但是他们两位最有调整一些开会的模式跟期间 那会讨论到台湾哪些部分呢? 详细的内容,我们还没有确定 是否会有一些挑衅啊,或者是宣誓,或者是辱骂我们吗? 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是在怀疑啊,怀疑他为什么要选到522、521,是不是配合520的总统就任观察? 对,我们在看就是520之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520之后马上521跟522哦,所以有掌握哪些东西? 或可能预测哪些?是不是我讲一下,可能的预测发展? 预测发展,包括他们智库的意见,两边都有啊,但是他们会采用哪个智库的意见,我们现在还在做分析 那可能的是什么? 可能还没有办法确定 还没办法确定? 两方的两种意见都有 哪两种意见呢? 包括对台要采取温和的作法,或是激烈的作法 温和或激烈,那激烈起来是多激烈? 激烈起来,最激烈的就是武统 啊?再说一次好吗? 武统 那温和是多温和? 温和就是看这个要不要再继续维持跟台湾的会台做措施 所以521跟522可能是对台湾可能会有采取下一步动作的一个宣誓 是,我们就密切再关注这个 好的,辛苦,请加油 那接下来就是说还是要讲到 就是说中国和印度是首度进入亚洲前三名,根据他们的这个军备等等的 那中国更是连续26年蝉联全球第二 那我们依照顺着刚刚我们大概从维稳来讲 解放军有扩张的迹象吧,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请您评断一下亚太的情势 不仅仅只有台湾整个亚太 一到十分,一到十分紧张程度 零是很安全很peace 十是非常紧张 您目前的判断是为何? 这个变数相当多,我们不变不适合做这个打分数的工作 因为这样太笼统是不是? 那你认为现在此此刻状况是否可以在四或五之间还是 或者哪个区间就可以了? 持续在密注,像南海的问题包括越南跟马来西亚 他们南海的那个海界的纠纷一直不断 然后他在南沙、东西沙都有一些破坏现状的一些措施 那东海的跟日本的那个 这一台群岛那边的海域的纠纷也是不断 那黄海、渤海那边的北韩的情势也是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们会总和评估 所以变数还很多是不是? 变数还很多 好的,谢谢